大家好,我是2019-2020年的團隊長,鄭康泉 我是2019-2020年的團隊長,陳柏蓮 我是2019-2020年團隊長,陳彥濤 對我來說,我參加了同軍今年第四年 其實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就是 我們每次完成同軍之後 我記得我4-1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踢西瓜布 這些事情都不明文規定 大家都會去踢一踢滑滑 等大家在聚會完之後都可以開心一下 那我再說,除了聚會完之後 踢西瓜布 我們有時都會一起打籃球 可能開完會或者回去聚會 聚會可能是5點、6點左右 但我們還是很精力充富 可以一起享受這個籃球的樂趣 又或者有時開完會之後 可能8、9點了 我們都會一起出去一起吃飯 這樣可以聊聊天 共取這個歡樂的晚上 是呀,同軍我覺得是一個 即是你一定要不斷地學習 我們平時都會整班一樣一起去考章 這樣考到一支章回來 我們都覺得會很開心 因為我們可以在這個肩膀那裡多多一個章 我們就全部都會很滿足 你看到我們三個都有一個章 一個就是世界同軍大路營的章 Clayton和Kenny 我知道你們兩位都是由小學已經做童軍 你們覺得有沒有什麼轉變 在你做童軍這段時間 覺得最顯著 和對你的未來生活最有影響的呢 那要是我先說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在聖保羅宣小學那裡升上來的 那所以我在小學那裡玩童軍的時候 其實就是幼童軍 那其實我都會有機會去見到一些 即是中學的師兄 他們有玩童軍的 小學的經驗其實就令到我在中學 就可能會快人一步 因為我在小學學了一天 其實可以在中學做童軍的時候都應用到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小學的這個經驗是令到我的技人是豐富了 那也都令到我的經驗是多了 那而現在我再去見回小學部的有童軍 其實就是小學部的有童軍 就是近這幾年都已經發展了很多 那所以我都是等他們開心 也都希望就是一個這麼好的循環可以一直走下去 那我覺得我自己 我不是坡小上來的 那玩童軍的時候就可能 真的可能和自己一班人玩 那上來中學之後就會見到更多不同的旅部 尤其是聖保羅小學上來的那些 還會更多 那雖然我們可能來自不同的旅部 但我們都可以好好融合地相處 所以可能幾個星期的聖保羅小學 就可以製造一個幫忙出來 這樣大家一齊可以開心相處 完全沒有夾摸 我覺得這個是做得不錯 而且那個關係真的融合得很快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覺得 港島第十女童軍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覺得純南後都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會很知道對方在做什麼 在想什麼 那除了之外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旅團的領袖 其實都 那個寬度和容量的下層都比較大 可能很多東西準備上的功夫 可能我們不懂的 他會慢慢教 可能原本我們不是很電的 他都會讓我們放手去做 一開始可能我方問的時候 對這個女團的歸屬感都不是很強 但我們在這兩三年之後 我就覺得跟我一起做同軍的 全部都是我的兄弟 那他有什麼困難的時候 我都去幫他們做 好